5月5號中午 川普突然在推特上發文說 過去10個月來 中國500億美元的高科技商品 已向美國支付25%關稅 其他2000億美元商品也被徵收10%的關稅 這些關稅是美國巨大經濟成果的一部分 川普接著宣布 這些已經被徵收10%懲罰性關稅的商品 從5月10號起 稅率將提高到25% 他還預告 中國仍有3250億美元出口到美國的商品 沒被徵收關稅 這些商品很快也將被徵收25%關稅 川普指出 這些支付給美國的關稅 對商品成本影響不大 主要是由中國承擔 川普所指的要加徵關稅的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 是他在去年9月提出的一項對中共貿易不公的懲罰性措施 本來應該在今年1月1號開始實施 去年12月 川普與習近平在阿根廷會晤後 決定將這項計劃推遲到3月1號 2月份 川普又表示 因為兩國貿易談判 在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等問題上取得了重大進展 將繼續推遲關稅 在今年5月1號的第10輪談判中 據稱 在如何逐步取消懲罰性關稅 中共取消對國有企業的補貼 和執行機制等關鍵問題方面都沒有得到落實 中方希望美國在達成貿易協議後開始降低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則傾向於在中共遵守了協議條款之後 再啟動取消關稅的流程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貿易問題專家奧爾登表示 之所以把執行機制作為這次貿易談判的中心內容 是因為中共素來有對於在世貿組織所做的承諾 與美國和其他國家雙邊協議內容不予以遵守的歷史 日前 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 川普總統有著堅定立場 要求中國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 並將依據中共對協議的執行情況取消對中國商品的關稅 如果無法與中共達成協議 美國可以提高關稅 據報導 5月8號 中共貿易談判代表劉鶴 將帶超過100名官員到美國進行最後談判 此前 有專家分析 中共企圖繼續用以往的拖延政策 來解決中美貿易不公 甚至幻想拖到川普下臺 就萬事大吉 彭斯在5月3號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 川普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團在這週拿出報告 決定是否能達成協議 那就是禮拜五這個關稅就要增加上去了 川普在推文的最後說 與中共的貿易談判還在進行 但進展太慢 因為中共試圖重新談判 這不行 有推特網友評論說 重新談判 估計中共沒有這個膽量 是川普沒理解中共一貫伎倆 中共談判習慣先易後難 先增加採購 讓美國很舒服 到了最後 中共迫使川普取消貿易戰所有關稅 否則 已答應的採購 也不對現 針對川普增加關稅的推特 中共外交部稱 中方團隊正在準備赴美磋商 彭斯表示 美方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 中方必須改變 無論是戰務外交 中共正在推行的一帶一路政策 還是海上自由航行等 都是貿易談判的背景